大家好,我是火力军 今天我们要讲战神 当然不是在说阿瑞斯 而是航空母舰里的战神 企业号 企业号的一生共航行 442475公里 击沉敌舰71艘 机伤192艘 击落敌机911甲 这样辉煌的战绩可以说前无古人 但后无来者就有点说不准了 先有继承者CVN-65 帮美海军制霸海洋 如今又有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企业号 正在建造 上月的8月4日 就是CVN-80航母开工5周年 那么福特级企业号航母 能延续初代企业号战神的名号吗 至于三代企业号航母 会搭载什么样的高科技武器 这个我们稍后也会讲 初代企业号是美国海军的第七艘以企业号命名的军舰 同时也是一艘航空母舰 为约克镇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 它在二战的太平洋战争中参与了包括中毒岛战役 东索罗门群岛海战 圣克鲁斯群岛海战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 菲律宾海海战 以及莱特湾海战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战斗 成为当时美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资历最深厚 功勋最卓著的战舰 尤其是日本当初三次单方面宣布初代企业号被击沉 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笑话 因此初代企业号就被冠以战神灰色幽灵的绰号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初代企业号虽然九死一生 但也因此成为了整个二战中获得最多荣誉的战舰 1943年当企业号回国进行大修和改进时 他便获得了总统部队嘉奖 这是第一艘荣获总统集体嘉奖的航空母舰 可能有人好奇总统部队嘉奖属于什么级别 这么说吧 上回获得该容易的 还是突袭了本拉登的海豹突击型动组 属于美国军队荣誉里顶尖的那一波 之后初代企业号又获得了海军部队嘉奖 成为二战期间唯一一艘 同时获得总统集体嘉奖和海军集体表彰的航母 而在他退役后的第48年 美国国防部又向初代企业号追赠了第16特检舰队嘉奖 可见初代企业号的一生是传奇的 可以说在美国海军中没有任何一艘军舰能与之相比 企业号更是象征了美国海军的战斗精神 因此初代企业号在1947年2月17日退役后 为了保证企业号战斗精神的延续 二代企业号便于1950年开始设计 1958年2月4日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务公司开工建造 到了1960年9月24日下水 最后在1961年11月25日开始服役 二代企业号是美国海军以及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也是唯一一艘建成的企业级航空母舰 同时又是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具有八个核反应堆的军舰 二代企业号总共在美国海军南征北战了51年 用其期间的战绩来继承初代企业号战身称号 那是一点毛病没有 当初在古巴导弹危机中 二代企业号就负责封锁了古巴海域 之后又在大西洋以及地中海之勤 并且于1964年在没有补充燃料段的情况下 完成了环球航行 到了1965年 二代企业号从大西洋调到了太平洋舰队 先后七次参与了越战 并在战争结束的前夕参与了西贡的撤侨行动 当然除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活 他还参与了冷战时期多场地缘政治事件 为美军称足了底气 在其一生的服役生涯中 足迹遍布全球 二代企业号在2012年12月1日退役 并于2013年6月20日 由托船脱离诺福克海军基地 同日便抵达了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接着开始拆解工作 二代企业号先是安全的拆除了反应堆燃料棒 然后由拖船向南拖行 绕过南美洲大陆最南端河恩角 最终抵达华盛顿州皮吉特湾 在这里美海军工程师成功地拆下了八座核反应堆 不过可惜的是 由于拆除核反应堆需要大面积的割掉飞行甲板 因此二代企业号只保留下了舰岛 并没有成为博物馆舰 最终二代企业号的船体被拆解成总重9万吨的金属碎片 但企业号的船齐并没有接触 因为在这些碎片中 有一部分会融入下一代企业号中 那就是战神的继承者福特级企业号CVN80 在二代企业号宣布退役的当天 海军部长雷·马博斯就宣布了美第三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CVN80的舰名 将被命名为企业号 成为美国海军第九艘以此命名的军舰 也是第三艘以企业号命名的核动力航母 2017年8月24日 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和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为三代企业号举行了首块钢板切割仪式 标志着福特级航母三号舰正式开工 三代企业号计划是于2025年下水 2028年时正式服役 届时用于取代已经服役超过50年的 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二号舰 艾森豪豪 至于最新的建造进展 2022年4月15日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为三代企业号调装了前两个结构件 龙骨模块 并于2022年8月27日举行了龙骨铺设仪式 而在这两个龙骨模块中 有一个就是用二代企业号拆解下来的钢材制作的 算是一种新火相传吧 另外还有一点 五年前的今天 三代企业号的保健人居然有两位 分别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体操冠军西蒙拜尔斯和游泳冠军凯蒂勒戴基 这还是美国海军首次从体育界里选择航母保健人 也许美国海军是想让企业号精神 在不同种族不同行业人群中被广泛认同和传递吧 对于企业号 CV6让大家记住了这个传奇战神 CVN65让战神的名号得以延续 那么新火相传的CVN80能扛起战神的大旗吗 它会运用哪些技术又搭载哪些武器 能不能装备上成熟的激光武器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三代企业号不用说 肯定是核动力 使用电磁弹射和综合电力系统等技术 预计排水量也将超过10万吨 长337米宽78米吃水12米 可承载75架以上的舰载机 核动力能有利于三代企业号 快速完成全球部署 电磁弹射则能保证航母 能快速进入战斗状态 至于三代企业号能搭载的武器种类 火力军大胆的猜测了一下 首先是防空导弹 应该会是RM162海麻雀导弹 和RM116拉姆导弹 相互配合 用于拦截来自中远距离的威胁目标 进程威胁目标 则会交给密集阵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和M212.7毫米的机枪进行防御 其次在主动进攻方面 舰载机作为航母主要的进攻手段 自然要好好挑选一番 目前美国能当舰载机的有以下这几种 AV8摇二式攻击机 FA-18EF超级大黄蜂 还有就是F35B和F35C 当然也不排除美国能搞到其他国家的舰载机 像法国的阵风M型 只不过没必要 F35BC战斗机的性能要更强一些 况且F35型战机还是美军与盟军一起进行多余作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如果在现有的舰载机中选择 美海军大概率会选择F35BC来充当三代企业号的舰载机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那就是为三代企业号配备下一代舰载机 2021年10月29日美海军发布了海军航空愿景2030到2035 透露了下一代战斗攻击机作战概念和新细节 也就是FA-XX项目 FA-XX项目是2008年启动的 是与美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并行发展的下一代舰载机项目 旨在取代现役的FA-18EF超级大黄蜂 况且美空军六代机的发动机和战机设计都有好几款了 美海军自然是不想被拉下 所以三代企业号很有可能会搭载上F35C和FA-XX舰载机搭配使用 至于FA-XX项目 2006年的时候 美海军的F-14熊猫舰载机由于老化严重 维护保养困难等原因选择了退役 随后美海军就将距于二线的FA-18大黄蜂给转了正 并推出了FA-18EF超级大黄蜂 来充当过渡时期唯一的舰载战斗攻击机 同时加快了研制F-35C的进度 2020年12月 首支F-35C战斗机中队正式上舰服役 但美海军通过实践发现 无论是FA-18EF超级大黄蜂 还是F-35C战机 都不是美海军的理想机型 因为他俩的作战能力都难以全面压倒 其他国家正在发展的舰载机 对于美海军来说 不能完全碾压就是失败 为此美海军便在2008年启动了FA-XX计划 2008年6月 美海军发布了项目的初步需求 包括友人无人驾驶两种可选模式 与无人机编组作战等 到了2013年4月 美海军又公布了项目的时间表 2015年进行方案选行 2030年服役 最终代替FA-18EF超级大黄蜂 和EA-18G电子干扰机 同时对于下一代舰载机 美海军还有四点要求 其一便是能与美海军现役舰载机联队融合 可由福特级和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搭载 不需对航母甲板起降设备进行大幅改造 不影响其他舰载机的正常起降 你瞧 单凭这一点几乎就能百分百确定 下一代舰载机必然会出现在三代企业号甲板上 第二点要求是 能有效支援F-35C战斗机与其他舰载机无人机作战 具备空中授游、战术侦察、目标监视与截火、电子压制以及精确打击能力 这一点也很重要 之前火力军在F-35和海马斯协同作战视频中 讲了F-35战机是美军及盟国之间多余构想联合作战的基础 如果有了下一代舰载机的配合 那么美军的作战效率肯定会更高 第三点要求是在A-2AD作战环境下 执行长时间渗透任务确保制空权 通过俄乌战争大伙应该都明白制空权的重要性 第四点就是要求在2030年形成初步战斗力 这一点要求很合理 而且对于预计2028年要求正式服役的三代企业号来讲 比较合适 说不定能直接跨过磨合期形成战斗力 由此可见 美海军的下一代战斗攻击机肯定要比现役的F-18EF超级大黄蜂 航程更远速度更快 该舰载机将集成主被动传感器搭载上未来远程空射武器 并能与挂载导弹的无人机组成有人无人编组作战体系 作战队形大概是这样的 一架FAXX战斗机控制四架无人机 包括两架负责进攻的空战型无人机 一架担任支援的电子战无人机和一架指挥控制无人机 而FAXX战斗机位于进攻阵型中央 负责指挥和发起进攻 所以在下一代战斗攻击机上 除飞行员外还要有一名任务系统操控员 后者主负责无人机空中编组作战 相比于短腿慢速的F-18EF超级大黄蜂 FAXX战机能够让美航母在更远的距离上起降战机 能够进一步扩大海空控制范围 由此我们可以预见三代企业号未来强大的海上实力 那么除了这些常规的武器外 三代企业号能否安装上像机关武器这样的先进装备呢 武器装备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自从在海湾战争中已先进的武器优势 在短时间内将伊拉克百万大军打得一窥千里 美国就意识到在现代化战争中先进武器的重要性 所以如果激光武器成熟的话 美国应该会选择将其安装到三代企业号上的 既能进攻也能防守 激光武器字面意思 就是利用激光对远处目标实施打击 因为它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因此是指哪打哪 勇于摧毁来袭导弹 护卫航母安全再合适不过了 是一款成本低廉又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当然激光武器也不是万能的 它最害怕便是天气 一旦碰上大雨大雾等天气 其精准度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因此三代企业号如果安装激光武器 应该会当副武器使用 目前美国正在研制的舰载激光炮 ANSEQ-3激光武器系统 可以形成60千瓦左右的激光束 并且在2014年的时候就安装在了庞赛号上进行了测试 美国海军部门表示 激光炮将成为一种反航母利器 可瞬间烧穿航母 在未来会全面取代现役宙斯盾 而且美国的激光武器正在向着具备实战价值的方向努力 比如美国最新研发的50千瓦级激光武器 便能安装在8×8底盘装甲车平台上 可用于近距离的防空作战 另外美陆军RCCTO办公室也表示说 激光武器的主要用途是进程防空 可用于烧毁或者击落迫击炮弹 火箭弹 无人机等小型飞行目标 下一步美国陆军计划部署四辆 具有高能激光间接火力防御能力的防空车 很可能成为首款具备实战价值的激光武器 当然想要将其运用到航母上 美国还必须解决激光武器的能量发生技术问题 和超大功率激光集中发射技术等问题 如果都解决了 那么美国的激光武器就会像当初火枪取代弓箭一样 必然会成为美国未来的主要的武器之一 自然也就会运用到三代企业号上 美国作为唯一一个超级大国 航母显然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目前美国依然保留了11艘现役核动力航母 而之后还有CVN-79肯尼迪号 CVN-80企业号 CVN-81多里斯米勒号 肯尼迪号已经下水 企业号和米勒号正在建造 这就意味着美国未来十年 至少会拥有14艘核动力航母 其中四艘还是福特级 这样的海上军事力量 恐怕再过几十年 也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好了 关于企业号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